我們從我們暗港祖先來到我們這台已經四百多年了 我們無對不棄中華民國台灣這個國家 也無對不棄你高雄市政府 又見到無對不棄你這城辦的靈緣 我也好在那觀察 好在那跟你們說 你們要做什麼我也配合 重點是我們太軟了 隨便你們說啦 有夠可憐的啦 鄉親啊 大家平安 大家平安 我是曾 苗 宏 展高修 電紀末書啦 我今天又簽了一張 天哪第一用的 來 天哪第一用的 幫我們請我們一下 說我一張啦 為什麼要請那麼一張呢 黃葉鴻 黃大哥 你和名字都不說 你和字幕介紹一下嗎 真是的 我想你給我介紹 黃葉鴻 黃大哥 這個司法改革黨的秘書長 好 這個大碗又麻煩 來來來來 幫我們鄉親開槓 今天要說什麼主題 大家 觀眾朋友大家好 這個展佛書齁 把我抓著 不准我走 一定要跟他開槓 那我反正 我要寫恐嚇罪 這個還不是高修內論 但是沒有啦 那個恐嚇 強暴邪法要有身體接觸 要跟他叫這樣比較好 沒有啦 我不會做這個事情 他叫我再說 開槓一下我們修法的問題 我以前在美國六十幾年的時候 在台海的時候 有一個高修 很有名的 在那個時代很有名的 在東海台海也很有名的 這李森廷 聲音的聲啊 法鐵的廷 他呢 上課的時候呢 電台跟我們說 一個重點 他說 法醫裡面的人 尤其坐在上面 在開槓那些人 都不能相信 他們那些人都不能相信 他們一定給我證明 他是好人 我還是相信他 不然我一定不會相信他 這個人說說一大話 我們當時大家想說 哇 今天這麼舒服 這麼離譜 結果 那是民國六十幾年的事情 到現在民國一百十二年了 這幾個月又是成立的 對 就是說 坐在上面那個法官 那是怎麼說 每一個好貨 他們喔 真的 動作他們是兄弟 他們是神 他們 都要求八字 要聽他 就對了 他就經常說一個故事 他說 這個法官 自由新鎮 會磕爬 成了什麼樣子 他就經常說這個故事 這個自由新鎮的可怕 他說有一個 私俗 師俗 老師 以前 教授那個師俗 他說那個師俗老師 喔 剛好的人都會被他破 對 剛好的人都會被他排斥 嗯 他說 有一天 這個 師俗老師在上課 這個師俗老師在上課的時候 嗯 那個窮人家的子弟齁 上課不專心打瞌睡 而且 老師過來齁 就要為這個學生 把他打下去了 要 上課不認真 上課還打瞌睡 對 而且老師 這個學生 聖養孩子齁 上課都肚子 亂打 亂打 這沒話說啦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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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幾天 上課的時段 我 好爺的學生 都肚子 也肚子 對 這個聖養孩子 心裡想說 欸 今天我看這個好爺的學生 看好爺 恐怕 對 結果 這個老師我來齁 也是把這個聖養學生 把下去 這樣 他想說怎麼把我 他說 你看看人家多認真 連睡覺都還抱著書 所以那個老師 那個李教授 跟我說 你看同一個事實 一樣都是上課拿著書睡覺 自由心真的可怕 就是 你如果是窮孩子 他就說 你看拿了書就想睡覺 就打你一個耳光 有錢人家孩子睡覺 他就說 你看看人家多認真 連睡覺都還拿著書睡覺 要是我真的 走 所以 自由心真的可怕 所以 是怎麼 我們現在的台灣書外 這麼可怕 就是我 這些的書外官 這些的檢查官 這些的好官 他們的新政 如果敲好之後 他要說 他媽媽 就說這條件是公關 如果要跟你討論 就想辦法說 這條件已經不是公關了 隨便 看到隨便可以敲 然後 法官敲定了 檢查官敲定了 以後 1450 就 就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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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所以 殺人未遂 是不能夠測高的 但 傷害 是可以測高的 他們就說 那 殺人犯 冠西 如果敲了 不好 檢查官 好官就開始說 啊 這個是傷害罪而已 但不是殺人未遂 嗯嗯嗯 啊 如果敲不好 就說這個殺人未遂 同一個屬性 他們在殺的 起訴訴和報告訴 這個時候殺給處理的了 嗯 他們要聽說 這是殺人 殺傷害罪 他就聽說 這個 被告狗有自人於死之心 被告想要殺死人的話 其有連殺三十八刀而為死之力 他如果真的要殺人 他會從台上十八都沒死 所以顯然 其只有傷害之心 齁 他說 他傷害而已 這問題很重要 對方已經和解 車高了 齁 所以此案不受理 齁 他如果要判他殺人未遂 就開始 作文 你再想說 狗有自人於死之心 若沒有想要殺死人 其有連殺三十八刀 才停手之力 顯然自人於死之心 聖堅 你逃死的心 很嚴重的 所以你要逃死 你這樣想我 我想要有一個好朋友 他也叫做聖堂 齁 現在我感到我變成聖堂 所以我早上睡覺了 請教他們說 他這樣 雖然你們生 這樣才有理 他說 其實是平衡的 人 嗯 採刀 三人到上海 其實第一 你要看 兩個人的體型 齁 齁 你如果空台的人 一百八十公分 一百九十公分 一百公斤 跟台的人 那個是一個十五斤 四五十公斤 齁 還手不力 齁 齁 所以第一個要看兩個人的身體 相對的體格 齁 第二個要看他手腳的刀 齁 齁 是削鉗筆刀 還是開山刀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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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拿鉗筆刀 都要掛小腿 掛四十幾刀 那也不是 齁 齁 所以呢 這種論述真的是 純粹 這種是一個很不負責任的論述方法 齁 齁 第一個 你要看他兩個人的身材體型 齁 第二個 因為 這個是可以客觀分析的吧 兩個人的身高體重 這個是有客觀數據 齁 第二個 他所拿的兇器 這個也是客觀事實 齁 是鉗筆刀 美光刀 開山刀 生魚片刀 每個人都要 利潤的那個 下手都不一樣 你說第三個 還要看他出手的部位 齁 你如果 每個都要獨身材 那就像沒有死的 是 每個都要獨腳踏 那就知道要給他聽而已 好 對阿門 對阿門 我 是 是 我們 所在 感 良感 運載運心來 足出 情 足出 愛 代代月 离代代代 台湾也是彼龙是海 千三年最初 所以判決書或是起訴書是不能夠單單存那個刀的數字在那邊討論的 其實你如果全面性去分析的時候 那個都是有客觀的 所以我們很多起訴書或判決書最好笑的是 好像在寫小說 一開始就寫 某某被告基於殺人之意 你怎麼知道他要殺人呢 對不對 你只能寫說 他與某年某月某日 你只能寫客觀事實 手持什麼樣什麼樣的刀刃 進去誰的家裡 跟某某人延遲衝突後 揮刀對他做什麼動作 你只能用他的客觀事實的動作 去得出來一個結論說 他這樣的行為 已經構成了殺人未遂 或者是傷害 你不能一開始就說 或者說被告某某人 基於殺人之犯意 因為某人某日某日 你一開始就說他要殺人 這是不通的 但是這裏都是寫小說你知道嗎 你真正在寫一個修法修理 是只能法官也好 檢察官也好 你只能描述一個很客觀的事實 因為那個客觀事實雙方不會爭執 但你不能一開始就說 它是基於傷害之意或是殺人之意 你是只能在最後用這些行為綜合起來說 它有這個 就是上面這些事實行為 嚇開三刀 三眼兩魚不合 就朝著臉部揮刀 它躲過但是砍到肩胛 你只能就這些事實去得出來結論說 它射有殺人未遂或是傷害 所以我們環大哥在講 講講我又學了一個 真的喔 我們不可以看我書上面的事實 真的有些數目字喔 有些場景喔 必須要看相對性 這樣 最近 欺騷張靖律師 說他露罵張詠惠 起訴出一次是檢察官的違照文書 因為張靖會去馬張詠惠 是張詠惠呢 在開庭的時候呢 不進行那個民事訴訟案件的三大原則 就是事實審理啦 延遲審理 結果他有一個訴訟的三大原則 你要遵照那三大原則去走 他都沒有做 那就宣布退庭辯論結束 那真正的真實點是 張詠惠沒有按照民事訴訟應該做的規定去做 結果檢察官起訴張靖的第一句話就是說 法官張詠惠並未違反三大原則 喔 違照文書 你一開始就認知他沒有違反 那你這官司就是 就是跟事實是完全出路的吧 你可以說張詠惠有無違反三大原則 之正義 在這個爭議下 你張詠惠是不可以去罵他 你不能一開始就說他沒有違反 他沒有違反不是一個事實嗎 因為這是一個有爭議的事實 對 對 來行來行 好 大哥你厲害厲害厲害 所以我們現在的思法就是 廊宗課 法官好兼法官好 他們要替你偽造文書 都隨在他們偽造 你怎麼搞不成 他真的有辦法跟你睜眼說瞎話 你知道嗎 上帝偽造文書 上帝偽造文書 鄉親啊 我不知道我說得對不對 修理電機報書 修理是法界的文盲 草包 繼續 其實我跟你講 法律沒有什麼多厲害 法律都是用常識 你知道嗎 我印象很深 大概在三十年前 我在台南跑司法新聞 然後我接到一個投訴的案子 那個投訴的案子呢 說 他老公呢 是修車廠的師父 那那一台車子呢 晚上被偷 那他們呢 他們呢 家裡的人發現 車子被偷的時候就 騎摩托車子開車去追 那追的時候 看到車子裡面 開車 偷開車的那個人 就是 白天修車廠的那個師父 這樣子 那所以 他就被抓去關了 這樣子 那我看完這個 這個違反經驗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晚上我們開車的人都知道 晚上的燈照到前面 你沒有辦法去超車的時候 去看到裡面的人 對 因為他是晚上嘛 他是半夜偷車啊 嗯 我憑這一點 他有兩個事情 用常識判斷 我們就覺得有問題 嗯 一般來講 人到進去坐牢的時候 大部分都會嫩了啦 嗯 因為說 沒辦法丟掉啊 丟掉啊 丟掉啊 但是進去坐牢呢 老婆一直寫信 到處陳情的 這個不多 這種 在二三十年前來 一直這樣的人 真的不多 第二個呢 你晚上怎麼看得到 車子裡面誰在開 那是看不到的 除非你把車燈 內部車燈打開 嗯 那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是有問題 欸 剛好他這個信領 也投訴給當時 台南高分檢的檢察長 叫翟宗全 嘿 那我就跟那個 很熟悉 翟宗全聊天 我說 這個問題 這個案子我有問題 他說他也覺得有問題 他就重新去調查 最後幫這個人翻案 說他的案子是冤案 他不是小偷 他有很多證據 在證明說 他這個案子 他是冤枉的 所以後來 這個故事呢 我當然就把它做報導了嘛 他當時還一個 人才人認去那個 台南高分檢 表示感謝嘛 那這後來這個故事 還拍成一部電影 叫我的爸爸不是賊這樣 台灣民眾主義 這是我們的祖先 這是我們的祖先 煩唐五 煩蝙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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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蝠 喔喔喔喔喔喔喔 這個案子 就是當時我去把它跑出來寫出來 那我要講的重點就是 其實這個案子是 用常識你就可以知道說 晚上開車的人 看不到車子裡 你超車的時候 看不到車子裡面是誰 那當時 30年前開車是不普遍的 所以很可能辦案的檢察官和法官 都沒有開過車 所以他們認為呢 往裡面看是看得到人的 所以其實呢 今天老百姓 最不能接受的是 我們的司法官呢 他的自由心證 跟他的人生經驗的嚴重不足 加在一起 每天都在殘害我們的百姓的 心中的公平跟正義 所以說得很有得力 我覺得 司法官扮演一個上帝 來評論是非正義 那完全都是狗屁老闆 我的感覺 所以為什麼國外他們 最後都會選擇用陪審團 來判斷事實 然後法官再來決定刑期 他們把事實的認定 跟法律的適用 拆開來的 對 不是由你法官來決定的 是由陪審團 那十個人來決定的 因為事實上有很多案子 你讓眾人去討論 你把他關起來 讓他們眾人去討論 他們得出來的 至少會比較接近 一般人能夠接受的 我剛剛講了一句話說 我們不是有一句古話說 三個臭皮匠 勝過一個諸葛亮嗎 我剛剛說 這三個臭皮匠 他的思維 他的生活經驗是百姓的 諸葛亮的思維是公廷的 所以為什麼三個臭皮匠 會勝過一個諸葛亮 就是三個平民的 平民百姓 而且是多元的思維 一定贏過一個公廷 單元公廷的思維 社會共同的價值 道德觀 所以古老的話 其實他彰顯的智慧是說 你很多事情是 多元的百姓的 會贏過公廷的 單一的 那我們今天整個司法最大的悲哀就是 少數那些人 住在天堂裡面的司法官 天堂是沒有同情心的 他們住在天堂裡面的那些司法官 他們單一的 他們的經驗是少的 他們的世界是封閉的 但他們卻在決定了台灣社會 普羅大眾 天天生活息息相關的 權益跟幸福 這個民進黨 控制媒體的能力 是前所未有的進步 所以執政好壞不重要 控制媒體比較重要 DPP的概念很簡單 就是說我反正執政不好的啦 我怎麼樣都搞不好 因為他經濟也不行啊 對不對 軍事也不行啊 只要把媒體控制好就改變了 只要把媒體控制好 天下太平論外 官官相父的組織氣候 造成他們勞不可破 排除外面的那些有的沒的 他們一定用各種體制 把他們圍成一個 就像你說的 是一個勞不可破的體制跟團體 所以很簡單啊 張靖才罵一句說 哎呀現在都 大概還有五花的法官會拿錢 警察會有拿錢 幾百個幾千個法官 跑出來罵他啊 就是連罵都不可以 講都不可以 對啊 所以正版橋有書 我常常在寫的時候 他說難道老天還錢恨口 難道老天還拿錢子 把那個恨的嘴巴牽起來 不准常虛依而生 不准老百姓叛口氣走 唉 所以 以前那個好新聞的時候 常常都跟我講說 欸 換一兩年齁 合得很好 我說怎麼換一兩年合得很好 中文不是有邊獨邊嗎 你看那個法院那個大門口 就跟你寫說去 就完了 法院那兩個字齁 你把那個三點水跟那個耳朵去掉 然後說去 就完了 去那個地方你就完了啦 唉 所以說喔 欸 我大哥在講話齁 真的 大家鄉親搞什麼事 有得理沒得理 來 大哥 一分鐘給你做結論 結論是這樣齁 台灣的思法如果要進步 我想說鼓勵大家 要對我們的思法 比較關心 對我們的思法 要去拿出要求 你會覺得說 我跟法院沒有關係 沒有人 沒有什麼 沒有這個圓圓 沒有這個官桌 沒有這個門楼 沒有這個門楼 都沒有嘛 我最好是都不要叫我去法院這樣 一般人都會這樣歡迎 但是 今年不一樣 今年呢 這個收到尚監獎 破壞的 律師 張淨律師 做一個 思法改革黨 你呢 用你的政黨平 幫助思法改革黨 這樣 你就有辦法進一份力 來改變台灣的思法 你可以把台灣的思法改變 向前嚇一步 這是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說 把法院那些司法官判決的檢察官 法官呢 從上帝的神壇抓下來 就是我們司法改革黨的 這篇要出來 宗旨 成立的宗旨 對 司法改革黨的秘書長 黃葉宏 司法改革黨的中央結束委員 曾廟宏 電機博書 在這裡跟我們鄉親交換地勢 對 不對 請你站在這裡 給我們老爺 完了解 OK 今天到這裡 OK 請求美理麻吉 謝謝 一個青春人怎麼是這樣 我看到什麼 我看到跟不叫的人 一對一個爺爺 爺爺的人 他無法黨議員表達 把他們的拖出來 他的東西用黑帝 整個都說 看看 是 其實 滿扔 來 謝謝 對 替你 Canada completely 看 不